距離上節去完車展都過了一個多月 今天就來仔細看看15萬級別的掛層新能源汽車 究竟值不值買呢? Hello!又是我,馬來的貓 上次車展看了吉利銀河的L6 誰知我有個朋友買了吉利銀河的L7 今天就借台車實車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好 剛才說說它的基本參數 這台車是2、3款 115公里PUS的配置 整部車長4.7米、寬1.9米 高接近1.7米 軸距是2.7米 是146匹的單電機 加163匹的1.5T的插電式混合動力 綜合扭具達到535牛 CRTC的純電續航是115公里 油電綜合的旅程標升來可以去到1300公里以上 100公里加速不用7秒 上車首先是調校位置 它是電動座椅 再看看車的內飾和空間 看到這個方向盤是黑色皮拼白色的 跟我們上次看的差不多 整個質感是比較年輕 然後看到這些是好像有紋理的纖維板 你看它裡面有些像刀削面的感覺 內飾都是黑色為主 白色點綴 然後連副駕駛也有一個螢幕 在行車的時候 副駕駛可以在這裡看東西 聽歌都很方便 其實在主駕駛的方向看過去 這個屏幕不太清楚 不用怕會影響主駕駛的行駛安全和注意力 中間就是一個10轉的中控大屏 在這個位置還有一些詳細的車輛訊息 包括一個常用的東西 天窗、燈光、副載、駕駛、聲音等等 我們來看看這個天窗 空調、車窗、360全景等等 這些車內的基本功能都可以用語音控制 當然包括副駕駛的按摩座椅 現在整個中控變成一塊屏幕 沒有任何實體按鍵 但我們可以用語音 防止你開車時分散的注意力 你好 演好 幫我打開車窗 好嗎 看到沒有它還可以知道你是坐左邊還是右邊 幫我關上車窗 我不理解你說的嗎 你好 演好 打開Bilibili 搜尋貓尿的貓 好嗎 厲害 厲害比Siri厲害 因為這輛車是一個懷擋的設計 所以中間扶手箱的儲物空間就比較大 在這個板面可以升級成一個無線充電 然後打開 就有我最喜歡的杯架位 裡面有一個儲物空間 杯架在這裡拉出來 這裡還有儲物位 還有門板上也有提供儲物空間 左右附加遮陽簾 都有燈和化妝鏡 車的整個感覺 除了側感不錯 其實座位都不錯 現在整個人坐下來 其實包裹性是很正的 這裡左右都是貼著背部 底部也是貼著你的大腿 再看看視野 其實都是很闊落的 看到了 整個感覺都是很寬敞 方向盆就是一個平底的造型 真皮包裹 握感比較舒適 兩邊也有保留實體的按鍵 座駕駛的嘴也是大腰托 全電動調節 同樣可以用座駕駛的屏幕 或者語音控制按摩模式 還有一個小功能 也是很有趣的 譬如我們這個中棟的屏幕 只要伸出三隻手指一撥 那它的東西就來了座駕駛 我們就可以在座駕駛欣賞 無尼丁貓 在座駕駛欣賞完 就可以三隻手指挖過去 聽聞最近連主角都可以升級 按摩座椅和抬頭顯示等等的配置 好啦 再來後座看看什麼感覺 首先第一感覺就是 很闊落 前面駕駛的位置就是我剛剛的位置 現在坐回來看到 其實真的 很闊 再看看位置 其實對我來說 這個座椅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首先 它的大腿是有承托的 因為它是這裡凹 這個是凸起的 很貼合整個腿的形狀 對我來說 也不會太高 也不會太矮 最重要就是腰的承托 因為坐車比較久 都會很累 看回這裡 其實它是有一個這樣凸起的位置 是剛剛頂著腰的 現在又展示一下技術的時候 你一下又影響 大家在後面的車窗 幫你全部車窗 這個算不算是不球人呢 看到中間的地平其實都是接近全屏 雖然有一點點凸起 但是無礙的 不影響 OK 再看看尾箱 因為後面有一個電池 所以它位置是比較高的 兩邊也有一個小小的儲物位 整個感覺其實是很開闊 很深開放很多東西 你看到這個魚缸 放在這裡都是綽綽有餘的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掛鉤 其實收納的物品都是比較方便 不過比較可惜就是這麼大家車 竟然是沒有標配電動尾門的 剛好看完車輪靜態的部分 現在試一下動態的感覺 請回我們的原車主出來 上去的座駕 我有些害羞 有些東西給我遮遮嗎 沒有 沒有準備這些東西 我們每個人都要出樣子 看見到了 好了 現在已經帥了 請我們這個帥哥做司機 讓我們體驗一下動態的駕駛 對 我知道你原先是開手波巨域 而且是有那種色度改了一下 那是甚麼原因令你買了這台銀河的L7呢 主要是手波巨域有點小 而且女朋友開不了 為甚麼女朋友開不了 因為不懂手波 對 不懂手波 之前要玩改裝 其實是甚麼感覺 這部車變成爛開了 而且經常都撞 吸到底盤了 即是底盤改低了 是的 既然你改裝難開了 那你改裝是為了甚麼 我以前很喜歡JDM的文化 我甚至有紋身 誰不出 剛剛就說你女朋友不會開手波 那這台車有沒有開過 會不會覺得比較容易開 他有開過 可能換檔的邏輯他會明白了 但其實這部車闊了可能比較難 那你有沒有想過買另一台給他 沒有 搭得很乾脆利落 覺得開氣身和CREC有甚麼很大的區別 基本上是沒有自人化的 CREC會很開一點 因為車小 現在這部車闊了那麼多 是否暫時還沒開過 還沒開過 聽你講 你覺得去看車子時 開CREC覺得是老爺車 是嗎 對 現在這個產車發展得太快了 CREC好像是80年代的車 你CREC買多少錢 這部車幾乎一樣 都是14萬多 但是變化很大 有多了電池 有多了智能的設備 那現在買新能魚車 是否首先會考慮油電混合呢 純電的可能會比較擔心 但現在純電也好像有快充 又可以換電池 另一部車會否考慮純電呢 會 這部車還是有變速箱的 它跟新能魚車不同 那麼多台新能魚車 其實很多品牌都是十多萬一大台 以及功能不錯的 那是甚麼原因令你選擇這台呢 這部車的綜合馬力會比較大 會有一個測試是 這部車在同級別裡面是最快的 極速可以去到240 那你以前沒有CREC可以多240 知道嗎 以前沒有CREC沒有這些測試 這個是官方測試 我已經知道了 在網上看人開 是開不了240 自己實在是很開心 那就簡單體驗完整部車的感覺了 在附近就看到這間駕駛最香了 是專門吃中山石旗魚駕的 坐下吃飯繼續聊聊天 這部車買多少錢 十四萬多 正價比比較高 這部車可能太闊 我覺得對身手來說是很難開的 不過它有東西很好吃 它有360 我覺得很棒 真的是我們這些盲仔的令堂圓 這個魚駕皮超脆的 你看看 油光水亮 真是 弱線夾的湯水 就是比較明顯的五指無頭香味 夾肉都算很鮮嫩 稍微煮久一點都不怕 鹽焗這種味道就真的太入味太鹹了 或者將它放在湯裡滾一下會好一點 至於最後點的豉油黃魚駕 夠入味之餘也不會太鹹 那股皮是滑滑滑滑滑的 超級好吃 但總的來說 對比石旗魚的確有點差距 我知道你之前一開始是玩單車的 就是小的兩個輪 後來也玩摩個車是大的兩個輪 最後變成了四個輪 現在真是萬物歸宗 玩一個輪 對 最近比較喜歡釣魚 車尾箱很闊又夠深 所以我可以同時載幾個釣魚佬 幾個釣魚佬 對 幾個釣魚佬的裝備 這部車是支持一個2206的外貌電 所以 即是可以擺青尾灘 對 看完車吃完飯 我覺得這頓飯也不錯的 因為它的乳隔的做法有很多 一共有四種 我個人比較喜歡脆皮和醬油 你覺得呢? 我覺得都不錯 醬油是挺好吃的 最後很感謝這位吉利車主 今天帶我們來體驗一下 這個銀行L7 希望你可以早日買多一部吉利車 我們下次就不再問你借車 好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